在臺灣的西南側的話 是今年第17號颱風13 這次的颱風未來將朝著偏北方向 朝著整個海南島方向行進 之後就偏西 所以對臺灣地區沒有天氣上的影響 而對我們比較有影響的是 在菲律賓東方的熱帶性低壓 目前這個熱帶性低壓的話 東邊還有一個低壓 所以未來一兩天 它會逐漸的整合增強的一個狀況 有可能在今明兩天 會整合成為一個 今年第18號颱風原歸的一個狀況 它在整合來講的話 初期會往偏東然後偏北方向行進 之後就會沿著太平洋高壓邊緣 往偏西的方向行進 預計的話從明天開始到 下週一 下週二這段時間的話 就會逐漸接近臺灣的南邊的海域 也就是巴士海峽附近 不過就其入境潛視預報圖來看的話 它其實它的中心的範圍還相當的廣 從臺灣附近到呂宋島的北邊都有可能 所以未來路徑還是要多多觀察 不過以最可能路徑還是 從巴士海峽這邊行進的機率是比較高的